我国汤杯队伍完成了目标 晋级八强朝同一个目标迈进的女子队 目前就正在和丹麦交手 虽然我国先丢失了两场比赛 但是幸好一众女将全力的奋战 成功在第二女丹和第二女双涌错对手 扳回总比分 目前是2比2 我国游博队能否跟随男子队的脚步挺进八强赛 这个重任就落在第三女丹何燕美的身上了 游博杯第二场赛是在今早八点开打 首先上场的是第一女丹郑轻易 遗憾的是他只有两局11比21 败给了杰克斯菲德丢失的第一分 而第一女双方面 埃美丽亚和温可威这支骑兵 同样两局不敌韩带龙女双 那就在绝望的时刻 我国16岁的吴景威 以21比18和21比13胜出 保住了出现的曙光 随后第二女双组合 吴柳莹和许家文力拼三局之后 以21比18、22比24和21比12成功的扳回比速 那目前我国第三女丹何燕美 正在和丹麦的马德森恶斗 最终何燕美是以24比22拿下了第一局 最终何燕美是以24比2个人的扳回比较